這條題目就說到如果XY滿足了第一條方程的話 那問問第二條色這一條色呢 那取席範圍是什麼呢? 那第二條色比較麻煩 那不如直接給一個英文字母叫K吧 那變相這一條問題呢 我們就要找K的range會在哪裡 那然後呢 我們就進行一連串的代數一個運算 我們看一看 如果我們把色1加上色2的話 那你就看到XY剛好就可以cancel了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有X的平方加Y的平方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1加K over 2 那如果兩色相減的話 那XY又出來了 而其他東西又不見了 那兩個XY呢 就會等於1-K了 那又給它一個代號呢 那這一條叫色3 這一條叫色4 那如果呢我們有3加4呢 3加4呢 那左手邊這塊呢 就成為了一個完全平方數 而右手邊這個當然我們需要處理的就是這塊東西 那先看右手邊 就是1加K這個東西over 2 加1-K 那等於前面的這個完全平方數 就是X加Y的平方 那這塊東西呢 由於是某一個數的平方 那當然就是大個或者等於0 那我們就看到一條關於K的不等式就出現了 那我們經過一個解不等式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會計算到這個K呢 就是會小一個或者等於3的 那但是還沒完的 那這個是進行加而已 那其實我們還可以進行多一次就是減了 3-4 那你會發現這個東西呢 又是另外一個完全平方數 那首先看看右手邊這塊先 右手邊這塊呢 我們就會有 1加K over 2 減 1-K的 那這一塊呢 就等於X-Y整塊東西的平方 那由於它又是某一個數的平方 所以都是大個或者等於0的 那第二個K的不等式又出現了 那這次呢 那這一個K呢 解呢 解出來就是小個 抱歉 是大個 或者等於1的 那然後呢 我們有關於K的取值範圍 就是這樣就出現了 將這個和這個group在一起呢 就變成我們這次提要的答案 所以K呢 就介乎在 3和這個3分1中間的東西 那應該由小時候開始讀的 那所以呢 由於K是這樣 那K就等於我們要求的這一條代數式呢 那最終我們就會有 這一條代數式 就是X平方 減XY 加Y的平方 那這一條expression呢 就介乎在3分1 和在3的中間了 那就是這樣解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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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